今天鞋编为大家介绍一部韩国电影《楼顶大象》 楼顶是指在公寓和酒店最上层的高级居住空间 谁都不能轻易上去 谁都不能站为己有的高贵空间 在那里片里的男女主角们上演了一场冒险的欲望戏 而大象象征着那些人的笨拙和固执 楼顶大象刻画的是即执着 中毒 记忆 失去和爱等复杂情感 与一生的三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在表面看起来近乎完美的生活下 所隐藏的不安和剧烈的暗涌 这是一部赤裸裸的展现男性这种动物想法和思维方式的电影 刺激加危险 导演在拍摄期间一直把这两个理念记在心中 快月二十即将步入四十 三十多岁的男人们内心深处独有的恐惧和孤独 在片中用一场场华丽的亲热戏表达出来 想挣脱欲望的束缚却又时刻被捆绑中 电影成功的将男人这种自私而无奈的矛盾心理描绘得淋漓尽致 本片被韩国影像委员会定为19岁以上的观众才能观看的级别 激情尺度不言自明 影片从开场就不值得演演 汽车上餐馆的饭桌上 医院的卷料室 高级酒店的浴室 一幕幕吸引眼球的性感场面在这里上演 制作方在宣传时也毫不会言电影的家长指数极数不低 男人看了或许会有种释放的感觉 因为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面的表达 都触及到了其灵魂深处 女人看了或许会发现 其实并不是那么了解身边天天与自己相处的亲密爱人 影片由于情色场面过多 而被韩国有向等级委员会拒绝预审 因此无法在影院或电视播出 只能在网络上播放 今天随便给介绍的这部电影 我适合当着父母的面看哦 名字叫做方子传 本片改编自朝鲜古典小说春香传 影片讲述正准备赶考重严的李梦龙 带上贴身男仆方子来到春香阁 不料方子对这次基带老板娘的女儿春香一见真情 方子明知道李梦龙之前就总把春香挂在嘴边 依然无法被掩扯这位能歌善舞的女子吸引 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春香居然不爱本来就家财万贯的李梦龙 而看上了身边更有男人魅力的仆人方子 结果春香悄悄的投入了方子的怀抱中 可人性是贪恋的 春香在把自己身体献给方子后 又耐不住金钱的诱惑当着方子的面又把自己献给了梦龙 在当梦龙去赶考与他相守承诺的时候 又和身边的方子在一起 如此终究是会玩火自焚的 方子爱他爱了无私 不忍伤害他 可梦龙不同 他的爱是自私的 当他攻城远就回来时 听说了春香和方子的事 于是决定报复和羞辱他们 女主春香是愚蠢的 竟想三人有 而男主方子是无私道可悲的 竟没有反对 唯有梦龙我得不到的 宁可毁了他 也不让别人得到 最后春香的结局很惨 却倒也很幸运 方子始终不离不弃 虽然方子带着春香逃脱 可春香已经在两个男人的斗中中 变成了白痴 韩国网络季七次的初吻 有名初吻有其词 是由李准基 李敏浩 蒲埃震 池昌旭 李中硕 等共同出演的八集网剧 该剧讲述了 作为免税店员工的女主人公 与风格迥异的七位男神 之间发生的浪漫爱情故事 在第一季中 崔智友为了答谢李初希的帮助 决定将为他实现 恋爱接吻的愿望 在第二季中 李初希像崔智友所预言的那样 见到了李准基 感到不知所措 李初希虽然知道李准基的出现 是因为崔智友的魔法造成的 但是也渐渐地开始 享受和李准基展开的浪漫爱情 李初希下班后照常回家 在路上发现李准基正在路边等待自己 并拉着李初希上自己的车子 李初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极力奸解 没想到李准基是真的在约自己 李初希上了李准基的车 然后把李初希带到了浪漫的约会场所 一起吃饭 聊天甜蜜的约会 然后又将李初希带回自己的家 并将之前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放给李初希看 李初希看过后 发现里边的人确实是自己 没想到自己和李准基 很小的时候就认识 接下来就是李准基 对李初希庆祝生日 并浪漫告白 说道祝你生日快乐 之前一直犹豫不决 现在决定要向你表白 李初希听到后非常感动 与此同时 李准基将嘴伸了过来 并亲吻了李初希 李初希简直不敢相信 心想到难道这是我的初吻 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自己又回到了 正在商场工作的样子 正当李初希和李准基的爱情 像梦一样结束的时候 浦海震出现在了李初希面前 在下一集中 浦海震将向李初希告白 正在第二场浪漫爱情 我期待的一切 是2012年在韩国上岸的一部 轻松的爱情喜剧片 该片由林秀经 柳成龙 李光珠 李善军等人主演 该片讲述了怒儿丈夫 为了摆脱霸道妻子 委托花花公子去勾引自己妻子 而发生的一连串 引人捧腹的故事 影片讲述了性格 十分直爽的真人 渴望离婚 却又思天过后的窦贤 以及让两人完美分手的 超级花花公子成绩 三角关系之间的 精彩的爱情攻防战 真人和窦贤 在日本相遇后相恋结婚 真人是个美丽可爱的女人 煮的一首好菜之语 偶尔流露出小性感 但她一张口 就会猛喷各种不满和毒舌 让柳柳的丈夫窦贤 越来越感觉到自己 要在这婚姻生活中死去 窦贤想通过 做尽一切妻子讨厌的事情这招 先让妻子离开自己 结果还是无法如焰 窦贤无意容听到 爱情杀手圣姬的故事 可以浮过每个女人的心 窦贤亲自上门找她 最终两人打成嫌疑 圣姬仔细真作 给真人带来了改变 窦贤为了挽回妻子 说出了真相 最后两人不惜前嫌 重归于好